Hello,大家好,我是Ju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一支口红上唇试色测评视频 会给大家上唇试色我非常喜欢的兰蔻加小蛮腰系列唇釉 其实兰蔻加的唇膏、唇彩、唇蜜出了非常多 也算是专柜品牌里面唇膏产品的大户了 我前前后后试过很多个系列都没有说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口红或者唇釉很多的药妆品牌都做得不错 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惊艳 但是他家出的这个小蛮腰系列 这整个系列真的从质地包装和效果色号上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如果你对他这款系列有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说一下包装 他家的外包装就是一直都是这种银色的锡纸的包装 我还觉得挺酷的 产品本身是一点点小蛮腰的设计 而且也不是说特别长短短的 握在手上也很有质感 我特别喜欢他顶部的蓝扣印章设计 就很像欧美有很多加灰那种感觉 管身是一个磨砂的设计 还是挺符合他这个柔雾效果 唇釉的产品宗旨 刷头我超级喜欢 是这种小小尖尖有一个小尖头的毛刷 和我非常喜欢的欧莱雅加的 Ink系列的柔物唇釉 非常的像 这两种唇刷是我在唇刷中觉得最有质感 最好勾勒 它们的质地也很类似 就是那种有点像墨水一样的轻薄的质地 但是上唇的话显色度和暈染度都是非常好的 我之后也会给大家做欧莱雅的这一款 小钢笔系列柔物唇釉的测评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之后的视频 选了四个色号 是蓝扣家一直非常受欢迎的色号 它其他系列的口红唇蜜唇釉 也都有一样的色号的产品 先剧透一下 这四个色号我都很喜欢 都是一个属于偏红的一个系列的色号 区别并不是很大 如果我不是美妆博主的话 我可能不会买那么多纸 但是因为想要给大家试色 所以我全都买下来了 大家按照我的描述和自己的偏好 去选择一两支 我觉得完全就够了 先是196 French Touch 这个色号薄涂就是一个小番茄的颜色 给你一点点气色 它后涂的话 番茄红的感觉就更出来了 非常有气场 而且会显得黄掉白掉的皮肤 气色都非常非常好 我2022年是涂着它半年的 夏天或者冬天涂都很不错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色号 接下来274 French Tea 这一支是最亲民的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红唇的女生的话 你就可以选这支 它薄涂的话就是有一点点乌龙奶茶色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点的干燥玫瑰色的影子 但是它不会黄皮不友好 它后涂的话就更加的女人为了一些温柔的气质 525 French Bisseau 这一支最标准的水洋红的颜色 也是非常显气色 后涂的话就更偏正红一些 我今天涂的也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都是白皮黄皮都有好 春夏秋冬都好看的一支 如果说第一支 French Touch会有一点带暖的话 那这一支French Bisseau 就会有一点点带冷 但是也是黄皮白皮都有好的 这一支更适合后涂 会更明艳一些 如果你是农年派的话一定要试试这一支 会很好看 888 French Idol这一支 薄土的话是感觉就是粉里面带一点点粉紫调 但是它后涂的话就会偏红一些 我是很讨厌粉紫色死亡白皮粉 加上我是黄皮 所以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色调的 但是这一支后涂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看 很显气质 我觉得冬天我会经常用这个色号 而且有些时候在室内比较暗的光线下 它会有一种很神秘的气质感 更偏姨妈色的那种色调 但是完全不姨妈 特别的一个色号 整体我觉得这四支上我的唇 其实都是红色系的颜色 如果你是唇色比我深的话 这四支上你的唇有可能会更相似一些 Undertone出来的更少 如果你经常看我视频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橘色系 枫叶系 裸色系偏多一些的 这个系列虽然全部都是偏红的 但是出乎意料我这四支都很喜欢 真的是不挑皮 而且任何场合用都不错 Drama Ink和Olaia的Ink系列一样 都是染全效果比较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卸妆湿巾卸了三遍之后的 手背和我的嘴唇 这支视频虽然只给大家试了四支 但是我每试完一个颜色 我都要隔个好几个小时 等它颜色全部退去之后 再试第二支 尽量给大家最直观的一个效果 附了好几天的唇膜才恢复的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觉得这样的上唇时测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 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产品review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 你就能及时收到提醒啦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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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